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氏司机表示 当时他发现车子往下滑之后 一时乱的手脚 也不知道有人在后面 至于车祸的详细发生原因 还要由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者谢中益张华报导 我们的专题名称是自动轮运 这是我们的模拟模型 这是钥匙开关 手刹车 轮挡档块 上升线位开关 下降的线位开关 还有我们的主控制电路 现在钥匙是key on 也就是发动的状况 所以轮挡是收起来的 我们的电路只要 侦测到引擎熄火 也就是钥匙开关off时 轮挡就会自动下降 我们先模拟路上最常发生的 临时停下车 先让轮挡处于上升的位置 但是很多人仓因为在路边临时停车 只拉了手刹车 引擎还在发动中 人就下车了 这时如果没有将档位排入驻车档 很容易造成车辆滑动 而我们的电路 如刚刚所示 只要侦测到当钥匙开关是在on位置 而手刹车是拉起来时 就会启动防护机制 让轮挡自动下降 使轮胎卡住 不易造成车辆滑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